你知道这个美丽的海边在哪里吗? 我们在这里拍视频 住用这个民宿你知道一个晚上需要多少钱吗? 一个晚上一间普通的民宿就要180块左右 而像这间比较漂亮面向海景的民宿就要250块左右 这公寓叫Amber Corp你可以上agodabooking.com查看 如果一个屋主把它的单位租出去15天就能赚多少钱? 3000块左右 看到那个公寓吗? 那个就是我们所租的Amber Corp 而现在有一个新的公寓就站在我现在的这个位置 这个公寓是这个area最靠近海边了的 下楼就是沙滩 还有Pub和面向海景的餐厅等等 而这个海景公寓的价钱只是从250千起而已 扣除maintenance fees 水电费给Airbnb Operator的分层 全部费用扣完你还可以赚8%的RI 住在这里的人 还可以享受独特的建筑设计和美丽的设施 比如公寓的这个地方 整层楼都被水围绕 就像是个迷你海洋在公寓里面 中间还有巨大的模型船 像是一艘正要起航的大船 29楼的顶楼 还有全马六甲唯一的Sea View Fine Dining 再看看这些漂亮的设计 能够请到这么漂亮 四月发展商请到了出名的Land Art Design做设计 作品包括TRX、Cylons、Scarlett等等 这么漂亮的公寓 分分钟你买到了 反而不舍得租出去 如果你想要来马六甲玩 你当然想要玩得开心一点 给一个180块就能住上这么美丽的海景屋 基本上是很难以抗拒的 但说起马六甲呢 马六甲一年有820万的旅客来玩 平均每一天就有22465个旅客 是全马旅客量排名第三 马六甲还获得很多国际上的荣誉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被Hardpost评为全世界排名第10的最佳街头艺术 也多次被孤独星球和福布斯等多个出版物所 列为亚洲和世界顶级旅游胜地之一 也是大马、失业率和犯罪率最低的城市 你再看看2023年 关于马六甲的新闻 都是政府怎样帮助提升这里的旅游业 包括塞隆州、四脚石开始施工 运营海洋公园、美化城市、交通拥挤解决方案等等 大马政府不会放弃这个文化城市 因为马六甲是大马的口碑之一 对你来说,这个是长期稳定的投资 这个美丽的公寓提供很多的设备帮助物主 比如太阳能、减低每家的电费 Shutter Bus 8 分钟再送到Junker Street Smart Lock还有很多很多等你来了解 马上点击一下link 从这个资产赚起足足8%稳定的ROI吧